意大利男子有來自號角!Clarian星球的外星人照片! Part 2 你媽媽跟你談過嗎?她曾問過你什麼嗎? 我13歲時母親去世了,我和她有著特殊,且非常強烈的連結 我們沒有必要說話,她看著我,我明白了,我看著她,她明白了 我不記得與母親的任何對話,但我們有一個完整的連結 當她去世時,我非常想念她,但我的痛苦是可以承受的 當失去一個人的時候,我無法感受到內心和身體的強烈痛苦 我很安靜,因為在她死亡的9個月前,我就已經知道了 她是怎麼死的? 她的血壓很低,但是醫生誤解了,以為她是高血壓症狀 硬開了一些藥來降低她的血壓,他們忠實地把她帶走了 她的心就放了下來,她的病情迅速惡化,所以她不得不住院 當她去醫院的9個月前,我知道她要死了,我確信這一點 我靜靜地等待住那一刻,無論如何,我確信,沒有人能把她從我身上分開 那時我13歲,相信上帝,天主教的上帝 當然我也為我的母親祈禱,我祈求上帝讓她活下去,並治癒她 當我母親去世時,我對上帝非常生氣,因為我以前相信 上帝聽了我們所有的祈禱,從那一刻起,我說 你不存在,你不存在,因為你不聽我的話 隨著時間的流逝,多虧了我在1981年的經歷 我開始以不同的方式思考,我知道有一個神聖的存在 但它與我們所習慣的形象,是完全不同的 存在一種神聖的思想,但並不是所有的祈禱,都能聽到 因為有程序,我們的生與死,只是這些程序的一些根源,和我的母親 我一直有一個完美的連結,那天晚上,當她還是個女孩時,他們把我的母親指給我看 他們有沒有顯示你的母親還活著? 是的,我遇見了她 我知道他們,把你帶到了號角星,你在地球上,還是在號角星上遇見了她 我在家看到她,有一天晚上,他們告訴我,我將有一個愉快的會念 起初我以為我是在做夢,因為我在我的床上,我正在睡覺 但是當我意識到我醒了,我看到外表與記憶中,不同的母親,她的身體也不一樣 我知道她是我的母親,但她不像她 她看起來怎麼樣? 她看起來年輕很多,我們沒有互相交流,只是做了一個典型的姿勢 我母親只揮一下手,她對我微笑,這就是全部 這是否像一個夢? 不,第一次我以為自己是在做夢,因為我在床上 但是當我意識到自己,並不是因為我離開床,去接近她的時候 她卻用手來阻止我,她對我微笑,做出那麼典型的姿勢 當我還是嬰兒,上床睡覺時,她做了這個姿勢說晚安 那一刻,我覺得我必須回去睡覺,我不得不再次睡覺,我相信這不是一個夢 號角星的居民是由血肉組成的。你有沒有在街上遇見他們? 他們在購物嗎? 我在超市見過他們,我們在那裡開會 人們不必相信我所說的話,他們只需要思考我所關聯的事情 並問自己,是否可以有真實的東西 如果他們的良心,讓他們感覺到這一切都是真實的 他們可以開始審問自己,知道一個大問題,我們是孤單的嗎? 我的照片不是一個證明,也因為我沒有傳播他們, 我有不明飛行物、外星人的照片 這是Clyle的一張照片,我在書中有談到她 他可以走在我們中間 我在一個大城市遇見她 她給了我一些黑色的卡片,發出讓我做,或不做某些事情的衝動 在某個特定的時刻,我感到必須坐火車,去一個我必須遇到的地方 在我旅行的時候,我問自己,但是為什麼我要坐火車 在其他場合,他們只是綁架了我 也許這是一個審判,我不明白的東西,當我到達那個城鎮的時候 我明白遇到了,我曾經遇到過的一個人,一個不明飛行物 我知道我必須去酒吧等他們,時間過去了,沒有人到,我開始住急了 我開始以為自己幻想出了,所有這些東西 經過很長很長的一段時間,所有到了,像小孩般開心地問我 你好,你等了很久嗎?一切都在我的書裡 她是否正常?她是否以正常的方式說話? 是的,她有一個房子,在地球上工作 你怎麼能認出他們? 你能認出他們,她問我是否注意到,在超市收音台工作的女孩 有什麼奇怪的事情,我沒有注意到任何異常 但是很快我想了一下,說到,是的,她有些奇怪的東西 一個奇怪的耳環,看起來像是一個世界,進入另一個世界 當我看到她的時候,她沒有引起我的注意,但是當他們問我的時候 我想起了她,他們中的一些人,在地球上工作和生活 為什麼? 因為他們在我們的進化過程中,必須幫助我們一些 他們只有一定的影響力,不需制約我們 他們有一個完全的外星人DNA,或者半個外星人,半人類嗎? 他們中有些人完全是外星人,當他們已經是成年人時,他們來到了這裡 他們似乎是3、40歲,如果我們要定義他們,他們是完全的外星DNA 然後有些在這裡出生的人,他們有外星人的DNA 但使用人類的DNA取得人體,所以我們可以稱這些為 雜交混血兒 你認為政府知道嗎? 不是所有的政府官員,只有少數 女人看起來像電影明星 他們很華麗,你必須注意的一件事,這些保利來照片,沒有用化學品處理加工 因為他們吸收原子光,所以經常有一種異常的光吸收 在我最後一次接觸的時候,在熱納亞海附近的一個基地裡 卡瓦諾展示了一張照片,NDR 這是一張照片,你可以看到那些在聖經中,被稱為天使的人,他們是以星體存在的 你真不可思議!你成功地製作了這些照片! 一點也不!看這張照片,你需要多少光?有一個太空船,你可以看到一些數字 其中一個是灰人,一個是高個子,至少他們這樣撐突他們,這是另一個灰色 但混合的種族,半人半外星人 這是怎麼發生的? 現在有一個共生關係,我開始感到非常緊張和困擾,我非常焦慮,讓我的直覺來去使我 當這些感覺非常強烈時,我會去某些地方,當我到達其中一個地方的時候,我身體成為外星人世界的一部分,怕驅使我到了基地 他們是怎麼把你帶到那個基地的? 在一艘很正常的船上,我們離開了港口,到了海邊的某個地方,周圍的水開始旋轉 當然,我害怕,因為它看起來像颶風一樣,那麼我們和我們的船開始下降 當我走下去的時候,在我周圍,我可以看到一個水晶牆,水不再是液體,它是堅實的固體 水牆像隧道一樣堅固,我們走下去到一個點,那些牆壁像光線一樣打開,我們處在一個光輪的中間 那個光輪的光線,就是他們在海底基地的走廊 他們是哪一個種族? 他們是號角星與另一個種族一起工作 Hey guys! This is my tea! 由於本文太長,將分成三起,想看續集的人,也請記得分享出去並按一個讚喔!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